有人说,愿在年轻的时候生孩子,将来对于女人的身体的恢复会更加好一点。 这一点在女性梁洛诗身上极限的零零尽致。 梁洛诗当年因杨子琼介绍认识了李泽凯,而那个时候的她才19岁。 这个年纪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正属于求学年纪,然而梁洛诗却已经在娱乐圈小有名切了。 更重要的是,她开始和亚洲首富之子李泽凯谈恋爱了。 梁洛诗的人生规划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,由于梁洛诗天生就拥有混血儿的那种特殊气质,又十分有爱心。 对于怨人无数的李泽凯来说,能和梁洛诗谈恋爱就是一种享受。 航门生活的她更喜欢单纯,漂亮的女孩。 梁洛诗也成为了李泽凯爱情生活中,交往时间最长的女友,而且也是唯一愿意为其生孩子的一个女人。 即便和现在小自己二十六岁的港姐郭家文交往多年,但未曾传出郭家文怀孕的消息。 所以,对于梁洛诗,李泽凯的确是付出了真心,不仅赠豪车,豪宅,更不惜花重金在银皇手中赎会的梁洛诗。 梁洛诗在二十二岁时,变身完了三个孩子,如今虽然没有如愿嫁入李家,但是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大赢家。 现在其三十二岁,三个儿子也已经十一岁和十岁了。 金钱物质方面,李泽凯绝对不会亏待。 从豪宅内景装修来看,李家是给足了母子四人的锦衣玉石。 该豪宅依山傍水,环境优美,而且有游泳池,内景装修别居一格,各种绿色植物交叉设计,形成背景墙,仿佛坐在丛林边,让人感觉十分的惬意。 虽然没有了李泽凯这个爸爸,但是三个儿子和梁洛诗相依为命至今,已然习惯了没有李泽凯陪伴的日子。 其实,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孩子越多越好,毕竟住着这么大的别墅豪宅,孩子多了反而不显得寂寞。 每天有儿子们的陪伴,一起用餐也是一种满满的幸福。 儿子们也是越来越懂事乖巧了。 在今年梁洛诗生日之际,特意为妈咪准备了自己做的蛋糕,这一份母子之情真当令人羡慕。 梁洛诗也在第一时间晒出了这份浓浓的礼物,并邀请了好友一起为自己过生日。 只是,李家向来对于后代子孙隐私保密得很严。 故而,梁洛诗也很少晒出三个儿子的正脸。 对于梁洛诗而言,如今根本不需要和李泽凯的小女友郭家文争夺豪门之位了, 因为他现在的生活已经是胜过豪门了。 三个儿子是李家儿孙,这是板上钉钉的事。 将来长大,想必也要接手李家家业, 所以梁洛诗无需在意有没有名分这个事了。 而且现在自己才32岁, 相貌、身材、金钱、事业方面万事俱备了。 将来的日子只会更加可及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徐子齐上翼游艇内景曝光,静享奢华。 近兆发福明显,疑似怀第五胎。 俗话说,一进豪门深似海,从此萧郎是默人。 豪门的魅力一直以来都让人羡慕, 但大多数都被无情的拒之门外。 就好比女星梁洛诗。 在其最好的青春年华时, 为李子凯相继诞下了三个儿子, 不过却仍未能顺利敲开李家的大门, 实在令人遗憾不已。 可见,豪门之路还是讲究缘分和命运。 另一位女星,徐子齐的命运却截然相反。 她虽然未能和功夫巨星洪金宝之子洪天明有情人终成眷属, 但她却结识了豪门李肇记的幼子李嘉诚。 模特出身的徐子齐,身材高挑, 颜值出众,很快就引起了李嘉诚的追求。 两人因在海边携手漫步, 被狗仔拍到,继而恋情浮出了水面。 李嘉诚倒一点也不脱泥带水, 和徐子齐交往两年之后, 便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。 据悉,单单婚礼上的康乃馨就需要几百元一朵, 直接空运到澳大利亚。 可见这场世纪婚礼可谓是花费了不少, 这让徐子齐一时间成为了外界羡慕的女主。 加入豪门后的徐子齐, 显然要离开娱乐圈, 转心在家生儿育女。 这是豪门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艰辛历程。 但对于徐子齐来说, 生孩子无疑是一种享受。 在连续为李嘉生下两个千金之后, 2011年, 徐子齐终于带下一名男婴, 并且由四叔李兆基改名为李建席, 可见李兆基对这个孙子的期望值很高。 老公李嘉诚更是大手笔赠送价值上亿的游艇一搜, 而且说是赠送给儿子的第一件玩具。 纳尼真当是贫穷限制想象, 豪门生活让人无法理解, 上亿的游艇只是玩具。 此游艇船内共有五间房, 每个房间设备齐全, 装修豪华, 可以容纳15人左右, 足以供徐子齐一家人出海度假游玩了。 有网友纷纷调侃留言道, 豪门如此的豪气奖励, 让我一年胜一个都行, 胜一个奖励一亿, 何乐而不为呢? 不过, 不是谁都有这么好运的。 徐子齐诚说, 很多人羡慕其嫁到了一个有钱的老公, 但我却觉得嫁给了一个好男人, 他的心地比财富更为重要。 可见徐子齐对于李嘉诚的评价颇高。 当然了, 能获妻子好评, 离不开李嘉诚的真心对待, 一直把徐子齐宠成公主。 面对李嘉诚的宠爱, 徐子齐唯有在自己的力范围之内, 继续为李嘉开支散业来回报。 从近日徐子齐近照视频中来看, 38岁的他, 显得发福不已, 疑似怀上了第五胎。 其实, 徐子齐也曾表态过, 只要自己身体允许, 还希望能升第五胎。 毕竟对于豪门来说, 孩子可谓是多多益善, 更何况豪门人四叔是出了名的喜欢孩子, 而且在奖励上从不奢侈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。 霍启刚参加活动, 透露不给老婆半生日宴会原因, 精精回应惹人敬佩。 香港众多豪门中, 唯有霍家一直以来备受外界称赞, 尤其是长孙霍启刚。 他的一举一动给人一种满满的正能量, 而且表里如一, 不会因为自己出身豪门而傲气凌人, 反而尽可能地发挥自身资源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事。 众所周知, 10月15日是郭晶晶的生日, 一般豪门中, 有人都会举办一场热闹豪华的生日派对, 邀请一些名流人士参加。 一来, 可以因此交流一下对方之间的感情, 二来, 更能彰显其豪门的地位。 不过, 郭晶晶的生日当天却没有任何动静, 以至于让许多网友纳闷, 霍启刚号称宠妻第一人, 怎么就没有给老婆搞一个生日宴会呢? 一时到郭晶晶, 写小女儿参加了身家几十亿的名媛, 蔡依凤为龙凤她举办的生日聚会时, 很多人以为晶晶的生日是18日, 因为蔡依凤也是暖心为郭晶晶献上了生日蛋糕, 以表闺蜜之情。 其实, 不是霍启刚不给郭晶晶举办生日宴, 而是另有原因。 在参加网上筹款乐曲演唱会记者会时, 霍启刚大方透露了, 此前陪老婆过生日的内幕。 其实一直以来, 郭晶晶过生日都比较低调, 而且特别在霍启刚面前强调, 我最不想搞生日, 不喜欢大派对的那种。 所以, 之后霍启刚才分享了和老婆深夜拿着蛋糕, 简简单单的两人世界, 也算是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。 其实, 生活本该如此, 表面上的豪华灿烂, 终会有羡慕的时候, 只有内心快乐舒适, 才是真正的幸福。 不得不说, 郭晶晶的这种庆生方式, 令人佩服, 很多人做不到她这种境界。 毕竟, 有时候自己出身普通, 突然之间嫁入了千亿豪门, 一时间内心的矛盾和起伏, 亦是十分正常的。 然而, 郭晶晶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真诚和朴素, 即便去参加阔泰蔡一芳的聚会, 亦是简装出行。 而她和霍启刚之间的婚后保持新鲜感的秘籍就是, 在孩子睡了之后, 可以相约一起去看场电影, 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起出去压马路, 周末的时候可以带孩子们一起来一个短暂旅行。 豪门阔泰只是一个词, 而真正让自己的婚姻长久、 幸福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霍启刚郭金金氏的豪门婚姻, 亦不是为一种典范, 不知你们喜欢他们这种相处方式吗?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